哈喽哈喽,大家好吗?我是头大鱼 我祝福英王体育的朋友们,红红火火 都能够在英王体验精彩人生 哈喽 everyone,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 我是主播卡卡 我已经从事足球解说行业已经三年之久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 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这个足球赛事,篮球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 大家记得点订阅哦 周一零四一欧洲杯克罗地亚vs西班牙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国际排名第十四,欧洲区第十 本届欧洲杯克罗地亚小组赛三战拿到四分 一地组第二身份出现 克罗地亚近三次正式比赛对阵西班牙赢下两次 其中上届欧洲杯小组赛的2比1击败西班牙最中立 鸭队首投名出现 克罗地亚中场莫德里奇效力于西甲球队黄马 西班牙队内球员对其非常了解 针对性会很强 而且是克罗地亚前场核心 克罗地亚在欧洲杯小组赛最后一场生死战打出了一场竞技水准极高的比赛 控球率接近7比3 最终球队3比1克场完胜第一次参加欧洲杯正赛的苏格兰晋级16强 西班牙 西班牙国际排名第6 欧洲区第5 本届欧洲杯西班牙小组赛三战一胜2平拿到5分 1E组第二身份出现 西班牙本次阵容缺少精神领袖拉莫斯 要知道其过往两次对阵克罗地亚均取得进球 球队小组赛关键的两个点球也均罚丢 而过往拉莫斯是第一主罚手 西班牙欧洲杯小组赛最后一战主场 5比0大胜有点黑马橙色的斯洛伐克 这是本届欧洲杯单场最大赢球比分 一扫此前两场欧洲杯全屏的颓势 数据分析 周1042欧洲杯法国vs瑞士 法国队国际排名第二欧洲区第二是上届世界杯冠军 上届欧洲杯亚军 本届欧洲杯以F组第一的名次杀进淘汰赛 战绩为一胜二平打进四球丢三球 法国队在84和00届欧洲杯两度欧洲杯夺冠 上届欧洲杯拿到亚军荣誉 上届世界杯法国夺冠 也是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 瑞士队世界杯从未进过半决赛 在欧洲杯的最好成绩是上届的16强 法国队进入2021年后各项赛事八场比赛均有进球 小组赛三场比赛都有进球且上一场对战禁旅葡萄牙打进两球 进攻状态比较稳定 瑞士队国际排名第13 欧洲区第9 上届欧洲杯止步16强 上届世界杯也是止步第一轮淘汰赛 本届欧洲杯在A组排名第三 战绩一胜一平一负 打进4球丢5球 瑞士队欧洲杯前的热身赛三战全结 欧洲杯小组赛三场一胜一平一负 小组赛收关战三比一击败土耳其 整体战绩尚可 瑞士队欧洲杯前热身赛三场比赛 只有对欧洲弱吕烈之敦士登完成了零风 进入欧洲杯小组赛后三场全有丢球 防守状态不稳 数据分析 其他参考 周一041欧洲杯特罗地亚VS西班牙主赴 周一042欧洲杯法国VS瑞士主胜 周一101巴甲哥亚尼亚竞技VS布拉干蒂诺RB 平上平 周一102美洲杯波利维亚VS阿根廷 让平让负 周一103美洲杯乌拉圭VS巴拉圭 平上平 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 谢谢 Thank you 感谢观看